欢迎继续收看向幸福出发 在下面这组委托人出场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组嘉宾啊 他们现在生活在河南浦阳 老板叫艾尼 他是新疆印尼人 在浦阳却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这一家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现在让我们欢迎他们出场 我们新疆同胞 不知道咱们的汉语讲得怎么样 能不能用汉语跟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奥阳艾尼 我是河南浦阳 二十多年生活的 浦阳人们谢谢你们 我们说爱你是我爱你的意思 你们新疆叫艾尼 是爱是什么意思 我说不出 我爸的意思 艾尼是关爱的意思 关爱的意思 跟我们的那个意思差不多 差不多 看来这四位当中 你的汉语是比较好的 这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是我父亲 他叫艾尼 这是我母亲 他叫左尔汉 左尔汉 我的名字叫库都莱提 库都莱提 库都莱提 这是我弟弟 大家好 我叫艾尼来提 阿部多爱你 在河南生活了二十年 在河南生活了二十年 有没有学会两句河南话呀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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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中 还会别的吗 吃饭了吗 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我要说一个河南人常说的话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解释一下 哎呀我来捞田 他现在懂那个意思 就是说不出来 有点紧张 紧张吗 你 不紧张 对呀 你不可能紧张 我说不出来 我说不出来 紧张 说不出来 你挑起来怎么样 可以 可不可以 来一点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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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谢谢 谢谢 哎呀 你这造型我都认不出来了 我觉得我从此以后就保持这个造型 这样的话 辨识都不高啊 我这个要是上新疆去 某个纸啥都没有问题吧 绝对烤羊串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必须的 在浦阳已经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 怎么会想到 从大老远的跑到河南去扎根生活呢 没地儿那个中地没中地 我们没有工作 我们上过来的这个地方 我上这个地方来了 海南 来到浦阳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 有孩子了没有 有大 老大 老大 老二我过来以后行的 其实我在这里还想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现在呢我们看看这个老大老二的妈妈 是艾尼后来娶的妻子 对对对对 是 这个艾尼的太太不是你老大的妈妈 对对对对 那她的妈妈去哪里了 我们离婚了 离婚了 离婚离婚 就叫她 他们相处的怎么样 可以 老大跟你太太 可以 他们都是亲妈妈一样 老大和他的妈妈和他自己的妈妈来往多吗 这个我来解释吧 我爸跟我妈离婚以后 我就跟我妈很少联系了 因为第一是离得远 第二是我亲妈妈 那时候我爸刚好店也已经倒闭了 是在河南打拼之后才分开了 对对 在河南打拼以后 是因为那当时经营的不好 经营的不好 店倒闭了以后 然后我爸和我妈就离婚了 离婚以后我妈就 回去了 把剩下的所有的资金什么的都拿走了 怎么说呢 家家都有一本年难念的经 然后后来就没有说去找 就分开了 他就回老家了 对 那当时你老爸等于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 那时候我们小孩不懂事呢 真是小 但是我还见过我爸坐在那沙发上哭 基本上天天都在哭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才十二岁吧 十二岁 还不到十二呢 那其实 就爸爸很绝望 对对对 那时候等于就是生活不下去了 也没有钱了 店也赔了 店也倒闭了 太太也走了 那怎么办呢 他走了以后 我那个干爸干爸 我帮了我 干妈干爸 对对对对 是河南老乡 浦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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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口中的这个干爸干妈 当时是你的房东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是他们把房子租给你 你来开餐馆经营 是是是 我们那个开了饭店以后 我们三个人开了饭店 开了以后我们都批了 批了以后他们走了 他们家几个地方吗 我没有地方走 不走 对呀 我跟妈妈 爸跟他小小了 我们没有地方走 我怎么办 我哭了 哭了以后 他们那个行李太乱 我这样子就 回来 他们没事 你开吧 你自己 自己开 你几个月开的行李 不要房租了吗 不用房租了 你的房东 房东 也就是后来你的干爸 他妈妈说 对对对 你开吧 不要房租了 不用房租了 你放心 你孩子 想学 我们多钱 孩子 什么事 我跟他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房东 有这样一个态度 其实 你可能连回去的钱 都没有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我们吃的喝的 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我还得给大家 补充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 就是现在 艾尼的妻子 两个儿子的妈妈 就是干爸干妈 给牵线搭的桥 我的天哪 那这河南老乡 他们哪能找着 新疆这么漂亮的美女啊 这咱们把干爸干妈 本人请上来 好不好 来 有请 果然是他们那样说的 当时媳妇没了 饭店赔了 在你家哭鼻子 是这种经文 零三年 费钱吗 整业都不好 当时房租多少钱呢 一个有 七千多块钱嘛 就是不到一万块钱 他们三个人合作 当时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们要田田村长 最后到春节了 零四年春节 带着欠 会假了 散他了 就省他了 碰见我了 他说老人家 他说 我回不中新疆了 我叫别人求了 叫别人求了 你知道你等一下 你知道求了是啥意思 刚说了就是坑了 坑了就是 害了 害了就是 骗了 骗了 骗了就是让人坑了 还要回来了 我说你们 没有分钱吗 他说他们一分钱没给我 那已经是春节 二十六 还是七了 我从老家回来 我说 他给我在路 路层地下 我说老人家 我没有分钱 我回不正家了 我干不正事了 他就给我们两个 一跪磕头 一跪点没有 我说你放心了 没问题 我说你还准备在 埔养干不干 他说我准备在埔养 继续干下去 我说我免你几个月了放肥 没钱了 我说你钱多省心 过年了 你要多少钱 给他五千万钱 我说你钱吧 买点东西 你去准备 让你赖人 你敢 敢这么经营 这么经营 你太给咱河南老乡 张脸了 这个事办得漂亮 当时这个 古德莱提 才留在 他叫个啥 古德莱提 古德莱提 你用河南话说 我都听不懂 他叫爱莱提 你是不是到现在 你都叫不准呢 你再叫一遍 俩名字 咋叫了 古德莱提 爱莱提 那你赚了钱为啥 还不赶快给老爷子 把钱还上 我还了他 不不要 以后拿 你还他都不要 也不要 老爷子 我跟你说个事 我现在呢 也比较困难 也是想开个饭店 如今遇到些困难 现在我是过不去了 媳妇呢 也没有 我到现在 也是没有媳妇 你看这几个事 你能不能给我 一起打包 给我解决一下呢 这个事 我得看是困难 不到困难 我可困难 我现在房子没有 媳妇没有 这个我不相信 你咋都不相信 你问过老官 我昨天还给他解钱呢 不解呀 我可以给你带宽 你给我带宽 那你得放他低牙 那你这待遇不一样呢 你咋不叫他低牙呢 你叫我低牙呢 那就现在他就 他们俩就成了 你的亲妈亲爸了 我出去一般都是 这是我爷爷 这是我奶奶 人家会不会眼睛眨 会会会 有些时候是会的 这爷爷眼睛张得不像新娘了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 你也是新娘了 那爷爷是河南来的 这啥回事啊 你这个河南话说的 很有意思 对 还蛮低着的 我们都是从小在这长大的 基本上算是爷爷奶奶带的 你这咋那么有福气 有人给淘钱开饭店 有人给淘钱孩子上学 还有人给你孩子带孩子 还有人给你找媳妇 我怎么到现在就碰不见这么个人呢 你从哪给弄新疆媳妇给你找的 你这本事也太大了 这是在浦阳当地找的吗 当时他来有一个朋友 给他在新疆介绍的 当时都没见后面 当时我买了三四票 三四买完票我又退了 因为我没见过人 一直在犹豫当中 犹豫这人是好人坏人 再说你得 这么远 我又不熟 最后我们 我干嘛给我打了就是电话 你放心过来吧 我又犹豫 这他们是一块的 会骗我干嘛 都不是戳的 我去伊犁了 伊犁有我一个姨妈 我到他们家去了 刚好他那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在伊犁呢 他姐姐又过来见我来了 他姐姐过来接我到他们家去 又是宰羊 又是买那个 又是买这个 特照顾得特好了 我们这个民族 讲究最中贵的客人 给人家宰羊 他们在那宰羊又干嘛 我那个姨妈说 你看人家见都没见过你 你看又是宰羊 又是能照顾 再说我们已经认他们门了 最起码过去看看吧 最后我就过来了 可是你过来以后 你要是嫁给他 就意味着 马上就得当两个孩子的母亲 就是 你以前当过妈妈吗 没有 没有 那你面对这两个孩子 一开始 他们俩 尤其是老二先见的你 他接纳你吗 以前我们一直在电话上联系 他每次 每次给我打电话 他们就叫我妈 打电话就叫妈妈了 打电话就他们就叫我妈 怎么说呢 那天我们俩坐着 看我爸跟那一直聊天 什么天上的星星 给你摘下来 什么的一天 聊得没完 我们那天 你们聊天是摘星星啊 对 跟我妈 我爸跟我妈聊天 他听见他爸 跟他后来的这个妈妈 在说 谈恋爱聊天了 我爱你 你要要星星 我就去给你摘星星 对 你也能够催的 你给摘个星星试试 你现在给我摘个灯 你俩都听见了 十一岁多 我们也不听话 我爸也管不了我们 吃饭是个问题 我真的没有 没人做饭 没法吃饭 你想着叫妈就有人给做饭了 后来我跟着我弟就打电话 喊妈 哄着骗着骗我妈 一叫妈 你就晕了吧 是的 我当时我过来 那天我没坐过火车 我第一次坐火车 我过来我就进去 睡了那阵子 我妈刚好给我准备了个新被子 新柔子 把房子刷得干干净净的 我睡觉起来 我看我耳销 在我跟前坐的呢 她说 你在这儿坐的呢 她说妈 你再不会回家吧 我说我怎么了 她说你再别走了 你一走 我们又没妈了 这种话听的 我们真的在电影行听这些话 心很酸 我突然发现 老二你别看不说话 人家老二说的都是关键的话 我真没看出来 人家编导说了 老二说话致命 老二说话致命 是吧 没想那么多 就是 感觉挺好 反正 然后就 说出口了吧 我想知道 你们把他们当 亲儿子 亲孙子 你们自己的孩子 反对这个事吗 不反对 我的孩子都不反对 他 展树 他 他自美 这个想出的 都给亲自美是一样 我们其实 一直 都是讲这个 56个民族的大团结 其实 说到 团结这个问题上 我相信 你们这一家人 才是真正的 做到了这一点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一家 六口 往这一坐 是真真切切的 让我们感受到了 各民族兄弟 是一家 一家嘛 爱妮带着一家人 是作为委托人 来到我们 《湘幸福出发》 节目的 是要有 感谢的话 要对 当时的干爸干妈 现在的这爸爸妈妈 两个儿子的 爷爷奶奶说的 对 来 此时此刻 爱妮您有什么话 就说出来 好吗 谢谢爸 谢谢妈妈 我 我 妈妈说好好干就行了 抱抱妈妈 妈妈抱一抱 幸福太好了 谢谢妈妈 我认为这件事情更重要 这个妈妈的到来 让你们两个人 才知道你们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两个男子汉 如果没有他 出现在你们面前 很可能 你们的心智会产生变化 你长大了 你应该知道 一个人从小要是在一个 不健康的家庭长大 会发生什么情况 可想而知 所以 此时此刻 你应该代表你弟弟 对你的这个 应该是继母 更是你们现在的母亲 不是我继母 是我亲妈 在我这里没有继母 这一说 他永远都是我亲妈 如果没有这妈妈在 的话我们两个可能 不知道都在哪 有可能跑出去流浪啊 什么的 原谅我们小时候 不懂事 气你 妈妈我爱你 一个来自新疆的 维吾尔族的四口之家 一对普普通通的 汉族老人 就是在这六口人身上 二十多年来 在一点一滴的 见证着 各民族兄弟姐妹 是一家 这句话 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了 民族团结的这种温暖和大融合 向前不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也邀请 希尔艾利歌手 为大家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 哈尔为什么不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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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这样写 显得是人不忍离去 小人不忍离去 来笑我 嗨 险的诗人 险的诗人不忍离去 他是用那青春的奢业想保护 嗨 险的诗人 MEN SENİ ŞEHİME